同学们好,欢迎来到国际关系理论课 我们开始介绍第24讲 学术界对结构建构主义的评价 那么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 引导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 自然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和评论 那么我们先看看对它的正面评价 那么首先,结构建构主义理论 深化了人民对国际政治的理解 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 那么借助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分析国际政治 强调国际体系和国际现象的社会性和构成性 大大深化和细化了人民对国际关系的理解 那么建构主义学者所做的工作 那么实质上就是要把一些人民作为背景知识 加以确认和使用的 平时很少质疑的稳定事实 拿出来重新讨论 发掘它形成的机制和变化的原因 这对深化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也是近年来建构主义理论迅速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第二个正面的评价是 结构建构主义理论抛弃了主观建构主义的 纯诠释的方法 那么使得建构主义理论更加容易理解和把握 所以更加容易让人接受 温特采用常规科学的研究方法 配合建构主义的理论研究 抛弃纯粹文本解释和语言分析 这样的晦涉难懂 琢磨不定的主观建构主义的分析模式 提出可以观察的理论概念 建立可以证伪的理论假设 那么使建构主义研究更加便于把握 那么这种做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至少对于崇尚科学精神和硬科学理论的美国学士家而言 结构建构主义更加令人接受 更好令人接受 那么第三个评价是 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文献非常的丰富 逻辑非常严密 那么在系统仔细的梳理文献的基础上 温特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 这是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大的特色 温特的理论使用了大量的分析工具 对相关文献进行了详实的回顾和分析 分析的目的在于澄清理论推理的逻辑细节 使得自己的分析论证经得去推敲 《通读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这本书 那么这样的一种体会几乎是可以贯穿史中的 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 几乎是自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以来 文献书里最详实最丰富的一部著作 也是通过详实丰富的文献树立来展开 严密的逻辑推理和理论分析的一部著作 那么温特的这种系统化的努力 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建构主义增色不少 它雄辨地证明建构主义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 还仅仅是一种研究纲领 是一种研究方法 还不算一个成熟的理论 那么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研究 使得建构主义越来越成为一个定型的和成熟的理论 那么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由于出现的比较晚 对它的正式的批评还是不多见的 但总体上看 这一理论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大的问题 一是理论中存在了许多鲜艳的成分 二是理论中本身还存在一些逻辑和理论上的缺陷 我们详细展开来分析这两点 那么第一点 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仍然存在许多鲜艳的成分 我们说温特的建构主义 它本身是科学主义的 温特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 强化了结构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研究系 增强了这些理论的解释力 那么不佳论正直接套用的鲜艳成分是比较少的 那么但是温特理论的鲜艳成分仍然存在 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理论的说服力 那么温特理论的鲜艳成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了 一个是对科学实在论的这种鲜艳的坚持 二是对核实行为体的这种无端的认定 三是对历史计划论的想当然的坚持 温特对科学实在论就有一定程度的这种鲜艳的信仰 削弱了理论的说服力 温特本来应该系统地解释 为什么科学实在论的观点就是可靠的和值得接受的 但是他只是简单地论述了科学实在论的可取之处 并宣称我要维护科学实在论的观点 这种态度与温特理论中一贯坚持的严密论证风格大相径庭 不免令人生疑 他也彰显了理论中存在的论证不足的问题 二温特对国家行为体的解释能力的信仰 也体现了理论中不应有的鲜艳成分的存在 温特论证了国家势动性的存在 论证了国家行为体的行为不能够还原为政府行为 但是这些论证只能说明国家行为体可以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 可以作为行为体 国家行为体不能用政府行为体来替换掉 但是他不能说明国家就是最有效的和最值得选用的国际行为体 那么在这一点上温特似乎是默认 只要论证了国家可以作为行为体 就可以将它作为最有效的国际行为体 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那么温特还坚信建构主义是一种进化理论 假定国际体系结构可以由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 他甚至认为世界国家的出现 康德文化的形成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那么这种乐观的假定为人类未来勾画了一幅美妙的前景 给世人增添了很多的自信和希望 但是与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相比 却不免使人感受到浓厚的乌铜帮色彩 那么实际上历史究竟如何发展 现在还不好定论也不好实证 温特关于进化理论的假定似乎于他的科学时代论的信条 与他致力于建立可以证伪的科学命题的努力 有一些必到而迟 另一方面呢 关于历史究竟是进化的还是循环的 我们前面也讨论过 一直是一个备数争论的问题 至今也没有确定的答案 那么可以肯定的是 现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佐证历史循环论的观点 而不是历史进化论的主张 那么温特的第二个大的问题呢 就是他的结构建构主义本身还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缺口 就是理论不能解释的地方 那么在霍布斯文化的解释方面 结构建构主义呢 在两个问题上存在着温特没有解决的理论难题 一是在文化内化中逼我如何推及敌人角色的问题 二是霍布斯文化的进化问题 我们再先看第一个 在文化内化的第三个等级 规范内化中 逼我如何推及敌人角色的问题 这个温特没有说清楚 那么温特指出 在文化内化的第三个等级 规范内化中 行为体将自我作为他者的一部分 行为体具有自我认定的逼我意识 也就是将他者的身份 作为自己扩展了的身份的一部分 这些解释在洛克文化和康代文化中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霍布斯文化中 互相认为对方是敌人的行为体 如何将敌人的身份容纳为自己的逼我意识而实现内化呢 所以温特提出的这一个推理很难运用到霍布斯文化状态中的解释中 这是温特自身没能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那么第二个没有解决的理论问题呢 就是关于建构主义的文化选择机制中 霍布斯文化的进化问题 那么温特在利用文化选择机制 解释三种无知乎文化的一次进化问题的时候 那么涉及到如何通过互动主义的反应评价 解释霍布斯文化向洛克文化进行转化的问题 那么共有知识表现为不同的无知乎文化 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抗道文化 那么温特认为这是国际体系结构的本质 那么为了使自己的理论更加完善 那么温特试图解释国际体系的文化结构 或者是观念结构是如何实现改变的 那么霍布斯文化结构是如何转变为洛克文化结构的呢 洛克文化结构又是如何转变为康德文化结构的呢 温特基本上是回避了霍布斯文化 向洛克文化转化的机制性的分析 因为他认为目前还不能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 但是他对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转化进行了分析 他主要是用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文化选择的机制 那么他认为国家通过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 两种进程实现身份的进化 那么后者也就是文化选择机制是建构主义的解释范畴 那么文化选择包括模仿和社会习得两种机制 通过这两种机制国家的身份得以变化 那么如果国家通过这两种机制形成了新的集体身份 形成了新的对子我和他者的角色认知 例如从认为彼此是竞争者转化到认为彼此是朋友 那么关键结构就变化了 国际体系也就改变了 那么温特进一步将这一机制展开分析 他认为建构主义的进程模式 解释了国家通过文化选择实现国际体系的共有知识 和关键结构发生变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微观机制主要是符合互动论 那么符合互动论假定 互动过程中进行的这种内容 超出了单纯根据代价调整行为的做法 那么互动进程再造了失动者的身份和利益 能动者的自我界限会受到互动进程的影响 那么在合作的过程中 国家可以建构集体认同 形成集体身份 那么国家形成集体身份是通过文化选择来实现的 那么文化选择指的就是通过社会习得 模仿和其他类似的过程 将决定国家行为的因素从个体传到个体 从一代传到另一代 文化选择不是不知不觉的行为 而是通过行为体的认知 理性和意图实现的 温特认为当一个国家自我意识到 其他一些国家是成功的行为体的时候 他就会模仿这些国家 那么通过模仿呢 就获得了新的与那些成功的国家 也就是他者相似的身份和利益 那么根据互动主义的观点 人们或者国家行为体对于客体和其他行为体采取行动的基础 是这些客体和行为体对他们产生的意义 而这些意义是根据对情境的理解产生的 自我与他者相互对待的方式是预期对方以某种方式作出反应 也就是所谓的反应评价机制 行为体通过反应有意义的他者 对他们的评价方式看待自己 这样一来 自我和他者都能通过社会习得 产生了关于这些反应的共有观念 国家在与其他国家进行互动的过程中 通过类似的反射评价机制 相互之间逐渐建立一些共有观念 形成了新的国际体系的关键结构 那么温特认为 相互依存、共通、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 是使国家之间建立集体身份 建构和再造国际体系文化结构的主要变量和主要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的加强会强化行为体 从事这个亲社会性行为的动因 那么加强了行为体之间的这种信任 培育了国家行为体的这种群无意识 从而建构或者再造国际行为体的文化结构 引起国际体系的变迁 那么可是呢 在霍布斯文化中互为敌人的反射评价 那么如何通过上面这一套机制 过度为洛克文化中的相互承认呢 这是目前还不能用温特自己这套解释模式来阐述清楚的 这是又一个难题 那么对于这两个难题呢 温特要么是没有深入阐述 要么是亡故左右而言他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 那么上面内容呢 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学术界对温特理论的一个评价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